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彭豆豆,来自辽宁安山 大家好,我叫孙潇雨,来自辽宁安山 大家好,我叫何子萌,来自辽宁安山 大家好,我叫魏恒,来自辽宁安山 大家好,我叫王鹏璐,来自辽宁安山 大家好,我叫严世宇,我们都来自辽宁安山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 哦耶 你们到这来干什么呀 我们想多多卖点苹果,多挣点钱嘛 然后好回家照过的爸爸 你们爸爸可真够能生的,生六个 不是的,因为我们都是被父母抛弃的 我们是被一个爸爸收养的 那你们今天来是向你们的这个养父告白 对的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告白呢 在生活当中不可以说吗 因为我们都很了解爸爸嘛 如果我要说的话 他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自己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偷偷地跑出来了 你们说到这儿来向郑爸爸告白 而且还希望卖苹果挣更多的钱 这跟告白有关系吗 因为郑爸爸得来着 郑爸爸ddagracis 你还可以让我 visits 你还想不 Refowej 你还想不回答你 我需要爸了 你好 存在 有 prob 郑爸爸还有其他的孩子吗 我们的郑爸爸 赞助收养陆陆续续 收养了600多个学生 你们只是其中的 一百分之一 对 郑爸爸自己有孩子吗 郑爸爸自己也有孩子 但是因为郑爸爸收养我们 他的家人都离开了他 所以你们特别心疼郑爸爸 是的 爸爸每天在水果粘着 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 爸爸都不休息一下 爸爸现在还患了癌症 爸爸的年纪大了 我们可以为爸爸撑起一遍的 让爸爸想想起无了 孩子们口中的郑爸爸 是辽宁安山八十年代有名的水果大王 郑百万 可是自从收养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老郑的经济逐渐陷入困顿 在诊患癌症之后 为了节约每一分钱 老郑还是偷偷地吃孩子们的盛财盛饭 几乎每天二十个小时的工作 孩子们屡次劝说郑爸爸 注意饮食和休息都没有结果 所以背着老郑悄悄来到告白的舞台 为了帮助这群未成年的孩子 我们凌晨时分来到安山 老郑还在搬云第二天的水果 行 就这样 那么老郑在得知孩子们的意图后 会来到现场接受他们的告白吗 我们看看今天郑爸爸会不会来 好吧 见了郑爸爸之后 我们来问问他 目前的情况怎样 来你们选出一位去开启告白之门好吗 谁去 来面对着我问你几个问题 郑爸爸今天会来吗 会的 因为爸爸很爱我们 很显然 这郑爸爸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老婆孩子都走了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来 他如果不来你怎么办 不会的 爸爸肯定会来的 如果他来了不接受你的告白呢 不希望你们现在出去卖苹果呢 我们会努力让爸爸接受的 因为我们长大了 我会的儿子 再说这边请不开启告白之后 感谢您的登场